大家好,今天是4月15日,國家安全教育日 究竟我去了哪裏呢? 我現在身處是一個雙層巴士的樓上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巴士上已經是最滿意的義工 我們見到林Sir 林Sir,今天是甚麼日子? 今天4月15日就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大日子 太好了,太好了 你覺得和以往幾年有甚麼大的分別? 非常之大的分別 我們知道香港特區政府 在2021年4月15日 推行第一屆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當年有很多活動 譬如參觀紀律部隊訓練學校等等 市民和學生都能夠參與其中很開心 以及學習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但因為去年2020年新冠疫情 所以規模細無多,無多活動 受制於限聚令等等 但今年很不同 為甚麼不同?K姐 因為今年有很多疫情 不過林Sir,我至於我所知 原來2014年已經是有國家安全教育日 命名為4月15日 但為甚麼我們香港市民一直都不知道? 就是因為他們搞的規模 或者是比較小 所以很多香港市民都未知 但剛才4月你所說 2021年我們已經感受到 但今次這個活動 村州各省周圍大大小小的 無論是屋苑、學校、街道座 我們都感受到 是的,真的很熱 譬如今天我們4月15日 星期六早上9時半 來到尖沙咀 在中樓拍大合照 還有講國家安全的口號 還有唱國歌 我看到不單是參與 我們這些團體 穿著聰明的藍色配心來唱 還有很多的市民和遊客一起唱 是的,是的 這個氣氛希望大家嚴重落後 希望來年我們每一年都做越好 好嗎?我們齊齊講個口號 好啊,好啊 國安、家安、人人平安 Yeah 謝謝林Sir 謝謝,謝謝 我們原來來到這裡 真是很開心 我們看看 下面有攝影機拍攝 因為希望將這個氣氛 一路一路地帶進去 大家看到有國旗 很大之後有國旗 也有佈滿了小國旗 所以這輛車是警戴這個色深的佈置的 希望我們這個訊息 令到更加多的香港市民 是要知道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亦都明白到國家安全 可以帶給我們一個繁榮的基石 好了,帶著大家看著很多 待會我們到底去哪裡呢? 賣國關子 待會再跟大家報道 拜拜